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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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訓練的最高中止就是個訓練性主居人 就是希望所有的學生出去就是一輩子都很安全 你可以稍微輕鬆一點 但是該注意的還是要注意 這樣才會安全 你等一下可以選了很久 然後不會做問題 你們有學過的資料其實我們 比那個外面的錢的店要求高很多 然後講了很多東西很多時候 那這是因為我們希望你們出去之後呢 以前有幾屆他們一出去之後 他們就去參加這個節目專輯基金 我是他們就去參加一些老師的實驗室 讓他們可以下水 然後老師也覺得說 他們的能力還不錯 這是我們的目標 其實來這邊他的訓練算是還滿紮實的 然後在各個像 就是各個在潛水很需要的一些 基本的能力上面都有相當大的精進這樣 然後在水下的話 像是中性服役的話 我覺得老師這邊上的課 就是讓我可以維持中性服役的一些技巧這樣 然後在未來研究方面都可以有更多的幫助 我看到的你會 那實際大小還有大小的技巧 我想加入山胡椒魚類的實驗室 覺得如果想要做水下調查 一定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技術 然後剛好知道東海大學有跟中研院一起合開的這個課程 然後就覺得很有興趣 我來之前就是很怕水 就是也不太常游泳 游泳可能就一年一次一年兩次這樣子 來的時候一開始壓力滿大的 來這邊就覺得 就是教練都一直就是叮囑我們要平常性 所以就有慢慢比較放鬆 就覺得有進步 既然學二千選 那我要分享一下這個 我們老師跟我們講的一句 跟我講的很重要一件事情 他說一個人一輩子 最幸福之一 就是他跟我們講一句話 我從我 我進去的時候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一個人一輩子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 他的事業 跟他的事業是結合在一起 我發現 Korea 就是這次 這樣非常多 非常非常 我覺得就是在上了這些課之後 我覺得就是潛水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東西 水下世界就真的很美麗 然後讓人整個會沉浸在裡面 可能你看到美麗的景象就到處亂挑 然後每次遇到體這樣 我覺得我未來不管有沒有就去可能走生物調查這方面 我可能都會繼續保持潛水習慣 更進階的執照或者是直接往潛水業發展 所以你不會可能要送給你 如果你沒想去追求一些什麼就怎麼做 不一定是潛水或是其他的東西 就能不能去追求 那潛水這個東西 基本上會帶來可以進到另外一個層次的 生命的討論 可是你如果願意的話 而且追求 在外來的日子 如果有事 就用技術來做真的 工作或休想 一定要追求 才能夠去追回程的環境 就是我想送給你太多的東西 對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